? 路远 这儿,这儿,这儿! 你叫路远吗? 您是什么? 您叫路远吗? 您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啊! 您怎么认识我? 因为我认识你的爸爸跟妈妈 你爸爸是不是叫陆江涛 妈妈是不是叫温泉 对啊 我是他们的朋友 今天给你带个礼物 来 收下来 喜欢吗 喜欢 喜欢就收着 我妈妈说不能要随便要 什么叫别人呢 来来 拿着 拿着 还是不能要 谢谢 拜拜 我走了 要叫不能叫拜拜 应该叫爷爷 谢谢爷爷 我走了 陆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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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以后别来接我 要接就早点接 害了我等了半天 你看看你 今天不是妈妈去医院了吗 让姑姑来接你 要不然的话 我哪有时间接你啊 让姑姑接我 我就不会等半天 男孩子啊 不能这么计较 不能学是唧唧歪歪的 听听没 不是 我是差点被人骗走了 真的假的呀 真的 有个老爷爷 手里拿一个玩具 我不要他非要送我 那人家喜欢你吧 什么样的爷爷 你跟我说说 我 头发 不是强不白掉 然后瘦瘦 个子也不够 然后眼睛一细的 还有 我叫他老爷爷 他说要把那个老子给去掉 好 行 我知道了 以后啊 给你什么玩具 都别要 听听了吗 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 立马挂老师 说那是坏人 记着吗 嗯 爸爸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一会儿你妈妈过来接你 妈妈过来接你 你别回家了 啊 你就自己帮吧 你怎么回事啊 我给你打了半天电话 你怎么不接啊 我切电话干嘛 你有事可以跟我下面的副经理说呢 你吃枪药了 我 我有事都让人找你了 我找你经理干什么呀 说吧 什么事 我只想再给你确认一下 你背后的这个基金 雇主 老大 不是贵兄对不对 你问题三变了 有意义吗 有意义啊 有意义啊 我现在心里不踏实 思思 我们家里集团现在面对的问题 你不是不知道吧 大哥为了救我们 把他的股票都出让了 如果收他股票的人是公益兄 那我就完蛋了 如果你现在背后的金主也是他 那他等于拿到江海集团 大部分的股权 那我跟我大哥 江海集团很有可能就没有了 我很有可能轻压荡产的呀 可是资金已经到账了呀 什么意思呀 笑什么呀 笑 震动 陆湘 我说你这么多年 我觉得你应该是一挺聪明的人 你怎么能在这时候要犯傻呢 我现在没 没 没明白你 你在说什么呢 你应该说给我三遍 说不定你还是有直觉的呀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 这钱啊 资金啊 还有这背后的金主啊 就是顾一胸 他就是想假借我的手 把你们哥俩全挤出去 为什么呀 原因你应该知道啊 你还有脸问啊 我不知道 你告诉我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呀 瑟瑟 嗯 因为你不是人 我从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 也跟着你们哥俩干 这么多年 我算尽心吧 我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我把你们哥俩当亲哥俩看 当一家人看 你呢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呀 我不明白要死了 哪那么多为什么呀 我冒着那么大风险 陆势平平 不是为了到底把我老爷送进监狱的 我连我老爷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 你知道吗 死在监狱了 死在监狱了 我妈为这事都快疯了 你搞得我家破人亡是吧 可以啊 我也可以搞得你家破人了 这里有你满意了吗 我现在真特别开心 姐姐 你怎么搞得我家破人 便 agent 我 single day 快疯fter 那爱是真的吗 你 понял我 不是一家人吗 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 对啊 不是应该是一家人的 我现在有点懵了 可能不是一家人的 是啊 我跟顾雄这段关系 只有你的大哥 还有他 我 好像是没谁知道了 我跟顾雄斗成这样 那他应该不是一家人 所以到现在为止 你都没有告诉思思 她是你亲妹妹是吗 所以思思才会做出 今天这样的事情是吗 陆江涛 江海集团真的应该 好好谢谢你 迟早他会栽在你手上 陆江海集团 远远 走 跟妈妈回家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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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家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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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呀 我什么时候说呀 我也得有机会说呀 和我们一起 陆江涛 老师 刘哥 什么事呢 让我着急过来 能有什么事 坐 坐 先坐 先坐 当然给你们聊送钱的事 你这 好事啊 那当然 先说 那个老鼠仓的事 盈利多少 刘哥 这时候得谢谢你啊 你给我介绍那个李星成的李总 我真的跟神一样 我都专好几份了 恭喜发财啊 问个刘总 就是托您的福 但是你放心啊 只要弟弟挣钱了 我一定不亏待你 你不用亏待不亏待我 好好对自己就行 想不想 想让你的钱多翻几份 多翻几份 什么钱的 五份 翻五份 翻五份 那这事怎么做 说吧 你到底想不想这么大 想啊 肯定想啊 谁吃爱钱 钱多啊 是不是 有一种股市上的东西叫配比 就是你把你的股票按照1比5的持股率来配比 这样的话 持股率是原来的5倍 相对应赠的钱也是原来的5倍 你说的这个事啊 我听我朋友说过 就是说 赚是5倍 但是赔也是5倍 就好比说有一百万 原来呢 这一百万赔完才完蛋 但是现在我听说 只要两个跌停 就要被强行平仓啊 赔钱 那是因为你被跟对了人 你说你跟着李青城跟着我 你赔过吗 也是 没赔过 对啊 你说我怎么会让你赔呢 赔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是不是 我跟你说啊 你别考虑那么多了 你现在趁他没反应过来 你就跟着赶紧好好的转 等他反应过来不带你玩 那时候黄花菜已经凉了 这钱到你兜里了 钱到兜里才是王道 不是 刘哥 我听说干这事得要保证金啊 我现在身上没钱 我钱都是从二哥公司里扣出来的 而且现在这银行管理也严 他不可能给我放贷了 这银行不给钱是不是 不过你放心 我想想办法 找人给你借点 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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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多好多关系才能借的 趁点放心 有的是朋友 不过 这借钱也不能白借是不是 就是 给点利息 不够 五分利 五分利 这还不够啊 方总 你想想那翻五倍的利润 这才五分利 能要拎得轻啊 五分利 别考虑那么多了 咱咱不喝这个 走走 我请你喝酒去 走走 凤利上钩了 他从高利贷带出一千万来 刀口天喜 看来贪婪真的是人的本性 自从上次乌龙事件之后 这几天一直没有动静 接下来我还继续收购吗 当然了 可是江海集团的股票 越追越高 我们的成本也会提高 那风险也随时增加 刘一样 我听说上海证监会 打算对江海集团 和陆海波予以罚款 同时增加江海集团 两年的限出期 你把这个消息给散播出去 这算是旧闻了吧 中介地产和江海集团 互为依靠 想整垮他们 没那么容易吧 事情是旧闻的 但是罚款可是新闻的 这两张牌 足以压到江海集团和中介地产 等消息一发酵 我们就在二级市场上 大量收购江海集团的股票 我要让陆江涛输得是心服口服 最近股价一直飘红的江海集团 因为董事长陆海波减持超过25% 而遭到证监会的问责 目前聚集处罚结果已除 江海集团将面临两百万元的罚款 陆海波被拔 禁止进入市场操作六个月 据业内人士称 江海集团的股票将受此影响 可能将会走低 接下来播报另一条项 老二呢 他在房间呢 大哥 我出去一趟 无耻 这位小姐 你一大早跑来兴师问罪 我可以告你妨碍公务呢 陈建 你是多恨我 多恨我们陆家 这位同事说话严重了 我陈建只是在秉公处理 公事公办 公事公办 这个事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你们放着这个事情迟迟不处理 现在有人恶意收购我们江海集团的股票 你就落井下石通报给媒体 你太卑鄙了 卑鄙 好啊 那咱们今天就算一算 就拿你那个二哥来说 我们俩明明是相爱的 却被你二哥活生生的拆散 还有你那个大哥 你觉得我是在冤枉他吗 他在干什么 他在恶意抛售 侵害的就是广大股民的利益 你说 是他们俩卑鄙还是我卑鄙 现在资金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二哥把钱补回来了 我大哥也把仓位补回来了 晚了 你捅别人一刀送去医院 法律就不追究你责任了吗 至于你那个二哥 更是唯利是图不择手 为了利益 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都能做出来 你们家所有的麻烦都是你二哥招来的 作为你的前男友 我奉劝你一句 离他远一点 将来你二哥进去吧 至少有人可以给他送饺子吃 我当初是瞎了眼了 我认识了你 我认识了你 现在吃劲吗 当然了 这么便宜干嘛不吃 有多少吃多少 今天的江海古灵们 肯定恨不得把孤胆都吐出来 谁能想到会跌得这么惨呀 这就是我的目的 前两天我拉升 他们舞在手上不撒手 现在一爹 必定是互相踩他 过两天呢 我再给他来个拉升 你猜结果会怎么样 吃过一次亏的江海古灵们 一定会借机展藏获运 陆佳这俩兄弟啊 这次真的是玩爽了 前几天 股市连续翻到 百分之一百三 我们要减持 甚至轻仓 你们非要拦着 说什么 要抵制恶意收购 害得我们 眼看着到手的钱 都没赚着 现在 股市又连续跌到百分之十八 你们还要拦着 是啊 就是啊 对不起 算得回事了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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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要求你们 强行留着你们的股票 没说不让你们抛售 但是你们要想想 我们江海集团是一个整体 每个人都要为它考虑吧 所谓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有人在恶意收购我们的股票 难道要在这个时候 把江海集团股权 转手让给别人吗 是的 既然有人在这个点位吃尽 那就说明 它会不断地拉升 跟打压股价 就像坐过山车似的 扰乱我们的节奏 就已达到坐地吸筹的目的 所以如果说你们在这个时候 抛售的话 就是在最低点 让对方捡了个大便宜啊 我没那么打野心 我得要保本 别弄到最后啊 搞得我们鸡飞蛋哪 是啊 是啊 对不对 独卑人 各位 这话你们说的就不对了 你们在江海集团身上 在股票这个项目上 你们赚到钱了呀 你们在现在这个时候 老考虑自己个人的利益 但是少赚钱 又不会死人的咯 真疼 没人说什么话 真的这么说的 我们是赚的钱不假 可别忘了 江海集团能走到今天 也是因为我们所有股东的资金 在支持 对对对 你们没有权利要求我们 完全为了你们 放弃眼前的利益吧 对的 对的 我可以这么做的 住家安静下 要么陆总还在哪 听下来大哥怎么说 各位 首先呢 感谢各位 如果没有各位 就没有江海集团的今天 但是此时此刻 我真的想恳请各位 我希望大家能够守住自己的股权 一定要联手 来够抵制这一次 恶意地收购 否则的话 将来可能在做的 就不是各位了 各位 千万不要轻率 一定要慎重 真的 否则的话 将来真的 不是在做的各位了 你们 都不说话了 大家心里 都有一把算盘了 那今天这个恶人 就由我来当了 陆总 这么多年来 各位股东 和江海捆绑在一起 荣辱与共 不可谓不忠心吧 我记得 零七年那场股灾 最低点 是九百九十八年 我差点没从自己家 凉权跳下去 痛定思痛啊 我 再也不想坐这个过山车了 很抱歉 走 走 走 留啊 来点睡 好 我知道了 老鼠苍掌无果 这就叫强导众人推 这就叫唯利是图 人到哪儿 他们做什么决定 都是可以理解的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但是我们不能 因为我们 不是我们自己 我们代表的是江海集团 我们代表的是我们的股民 相信我们的股民 我肯定在座的各位 守住自己的股权 不要轻易抛手 我第一个表态 我绝不抛手 是的 我也不可能抛手 温泉也不会抛手的 我还有一个事 想跟江塔商量 之前不是说过吗 终结地产跟江海集团 分开核算 现在 这一点 要确定下来 思琪 从今天开始 你赶紧回去 把这个江海集团 和终结地产的资产 全部分开 不能有任何的关联 明白吗 不是 不是 咱们 不是 咱们刚说完 那是你家人吗 怎么这时候 先把自己宅上去了 这时候逞什么能啊 我们背水一战了 做好心理准备 大不了 我们回去再开个小超市 古艺术 行你的 三十年和你当兄弟 你就这么对我 当初我在股权配比上 我已经让步了 你现在倒好 又背着我篡改股权 行 你不认 就别怪我不赢 好 想什么呢 为什么 舍不得连锁超市吧 谁能舍得呢 哪能那么轻易地放弃啊 我刚才在想 我们刚成立超市的时候 为了节省一点运费 我跟老二 没日没夜 一人一个三轮车 到处拉我 那你终究还是舍得超市 把1791号地块留下来了呀 谁让我是哥哥呢 哥哥 靳远赶紧怎么做 天底下的哥哥都这样吗 你能够理解正好 我不太理解呀 我还羡慕他 羡慕什么 我羡慕他有你这么一个哥哥呀 你本人可没有 我现在是你老公还不够啊 靳哥哥 靳哥哥 我又不是郭慕 我又不是郭慕 那种是郭慕 我们把我做东西 公开呢 提前针到这两棋股票 他最后长了 他还会当做 资讯人品 还有 你这谈判 我去 我自己 您 我 alphabet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确地说是你不愿意相信思思会被判掉 这前是顾一雄都能想得到 只不过我觉得思思可能不是趁着江海来的 这是趁着我来的吧 不愧是陆总啊 心情苟大 这目前1791号地块受制于这家信托公司 而你现在也没有能力抽身来援助江海 而顾一雄呢 把这家信托公司最后两笔钱都会用在收购江海 这碰五天迟早回落在如故一雄手里 你要想翻盘 就只有 只有什么呀 就只有依靠我 跟我合作 你怎么跟合作玩儿啊 顾一雄这笔钱呀 要打向中介地产 他肯定是要通过凯来集团先转到云私信托 而云私信托地区是由我和思思同事签字上面生效的 我可以趁顾一雄还没反应过来先把这笔钱打到中介地产 你用这笔钱来吃尽江海 那时候你就可以控制股价 可以控制持股仓位 那时候 你凶了几个轮流坐桩 打压股价 就可以把顾一雄套到老家之上 你相信我 到那个时候 顾一雄基本都是淡尽男爵了 你和他之间的博弈 成败他 就得再此一去 说说你这价码 中介地产由我一张桌子 百分之二十股份归我 条件不算呵呵 可能你这属于背派呀 这不叫背派 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我在这家公司效力了二十年 安全马后的 那么多承诺都没给我兑现 胡江涛 这个事如果换了你 你也会像我这样 你没有犹豫的余地了 除非你想眼睁睁地看着 你哥见死不就 成交 请进 思思 刘叔叔 你怎么来了 我刚接到你爸的命令 要把这笔钱转到中介地产 但是我没接到他电话呀 嗯 这笔款要转一个亿 这么多吗 嗯 大概 你爸是想尽快地结束这场案战 一步到位地控制陆江涛吧 有您的签字应该就可以了吧 我真的需要你 你爸电话 啊 不是 一个朋友 喂 喂 思思呢 你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有时间吗 我们见面聊一聊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是关于江涛投资的事情 行 那我现在出去 我们约个地方见面 好 思思 你赶紧签字 我得让财务转账呢 刘叔叔 我现在有点急事先出去一趟 我一会儿就回来 这个你先放我这儿啊 不是 这 这着急的事 你抓紧啊 那你先带回来 这个你先带回来 我说好 不 Long时 文泉姐 你这么着急找我出来 是有什么事儿吗 这么多年没见 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不过看起来更加稳重成熟了 对 我听说你现在工作做得很不错 你这是来表扬我的还是来讽刺我的 你不会找我出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些的 我知道你现在跟陆江涛的公司有一些合作 但是我想有一件事情你可能还不太清楚 所以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当面告诉你 你知道顾一雄和陆江涛是什么关系吗 他们斗了这么多年能是什么关系啊 敌人关系呗 老天就是喜欢捉弄人 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你想得这么简单 顾一雄是陆江涛的亲生父亲 你是在开玩笑吗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当年你爸到大方农场当知青的时候 认识了杜江涛的妈妈 但他并不知道在他回程的时候 江涛妈妈已经怀了孩子 所以陆江涛他是你的亲哥哥 那那陆江涛知道吗 江涛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西思 不管江涛以前对你做了什么事情 我都想替他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但是江涛他肯定是无心的 他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 他是你亲哥哥 我知道你现在给江涛淘了很多钱 我也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思思 我今天约你出来告诉你这件事情 就是希望在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希望你能考虑清楚 我们毕竟是一家人的 有 今天你是不请自来啊 谢谢 顾一熊我告诉你 我不会再被你当枪使了 这个信托公司总经理我不当了 还有 没有 从今天开始 我没有你这个父亲 妈 思思 你这段时间都没有回家 你到底在忙些什么呀 妈 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你一件事 陆江涛 是顾一熊的儿子这件事您知道吗 妈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不敢告诉你 顾一熊 顾一熊为了这个儿子 顾一熊为了这个儿子 对我们不管不顾的 我怕你知道了 我会受不了 哎 思思 思思 这个信托基金 是顾一熊用来对付陆江涛的 是顾一熊用来对付陆江涛的 可陆江涛是他亲的儿子 来这事要干嘛呀 啊 这儿 这事咱以前不是聊过吗 思思 你之前一直在香港 这边情况你不太了解 你爸做事吧 有时候确实挺让难让人理解的 尤其 自从有了这个陆江涛这个儿子出现了 他完全不顾你和你妈的利益 非要认这个儿子 他劝都劝不住 可是陆江涛根本不想认这个爹呀 你看得 这把你爸耍了一通闹得你爸身败名裂 就他的这种方式 他想认人家人家未必想认他呀 关键是我弄不明白 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呀 就因为陆江涛不愿意认这个爸 所以你爸呢 就想在商业上征服他 让陆江涛觉得你爸是商业上的 矿石器材跪下来喊他爹 真够无聊 这事你可千万别跟你爸说是我告诉你的啊 这要不然你就把刘玉叔叔给出卖了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他为了能认这个儿子 就把我这个女儿推出去 为了他们父子能够好相认 那我这个女儿算什么 在他眼里我不就是一颗棋子吗 他这么做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你爸做事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可我我无所谓啊 刘玉叔叔只不过是你爸的一个合作伙伴 那你 你是他闺女 你爸这么做 我 其实我也是为了你们好 思思你看 要不这样 咱俩能不能把这事儿 刘玉叔叔 你打住啊 我现在 不想被任何人再利用 我只想做回我自己 你 刘玉叔叔怎么会利用你呢 我 饿了吗 他这儿的那个牛排特别好 让我尝尝 不愿 去吧 卢江涛 钱到位了没有 还没有 如果刘玉你比钱到位了 第一时间告诉我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消息 小总啊 这么着急收拾东西打算去哪儿啊 不是 就是房间有点乱 我归着归着 归着归着 好 我这儿没啥事儿 我正好路过这儿 就进来看你 你你你接着归着 接着归着 不不不不不归着了 那个 顾总 我还有点事儿 有事儿咱明天再说 没啥事儿 我没啥事儿啊 你有事儿也明天再说 坐坐坐 干吗那么着急回去啊 要不喝点茶 我给你切点茶吧 那风不 我有大风 我不喝茶 不用泡 让他按点什么 我这儿有个东西 你帮我看一下 看看 有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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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儿